好 刚刚一谈到一国两府 这是大陆的学者提的 然后马英九总统 接受苹果日报专访的时候 他说可以谈 那他怎么讲呢 我很快念一下 他说自己上任来推动 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他认为这个两岸政策的论述 操作是成功的 然后甚至成功到 可以让大陆的这个学者 提一国两府这个主张 马总统就提出来 他认为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才是一个稳当的做法 不管是一什么啦 二什么啦 等等的主张 一定都会有他的优缺点 我觉得可以谈 可以讨论 他没有说他同意 这个香龙 你刚刚因为看到你举手 因为光晴在讲话的时候 有举手 你听听看香龙 怎么看这个问题 没有 这是 把一国两府跟一国两制 或者说把它跟一宗各表 把它摆在一起一起看 我觉得是不精准的 因为这个叫楚树龙的 他长时间是北京的 对美跟对台事务的重要的智囊 所以他的讲话 不会空穴来风 而且他已经多次 做这样的表达 更特别的是 他除了在布鲁金斯 研究上面的撰文 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份 重要期刊上面发表之外 同时他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再讲一遍 而且他在讲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补述的部分 其实他对于一国两府的描述 我比较能够去理解 他在讲是什么东西 虽然过去 不是没有人提过 所谓一国两府的概念 但是国跟府要怎么去解释 这个东西就是玄机所在了 那一国两府 他所说的 我把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那篇的投书 跟他接受媒体访问 我把他总结起来 总结起来 大概浓缩起来就一句话 就是如果说 这个楚树龙的讲话 代表了某种北京的官方 中南海要丢出一个 就是说这种 适水温的这个空气的话 适空气的这样一个气球的话 那么那句话就是 如果马英九在2012年胜选 那么北京希望 能够在以尊称马英九 为总统的前提之下 和台湾和马英九的 中华民国政府 展开政治上的对话 这句话跟过去 有非常大的不同 那他会说 那跟马英九现在的主张 会不会有矛盾 我认为马英九说可以谈 是因为他觉得这里面 有一些玄机 不需要一开始 就拒人一千里之外 觉得人家呢 拿把花上来之后 就先把门关起来 我管你的 我就不理你 如果用这种方式处理的话 两岸接下去的进程 到现在自由行动都启动了之后 下一步都会很难走得下去 你终究是 人家有好 有善意出来之后 你不能每次就是 戴上一个统战的帽子啦 这个换汤不换药啦 这些政治性的这种的字眼 扣帽字眼 我们台湾玩太久了 但是不妨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 去思考就是他的话里面 有没有什么值得去解读 而且对双方面都可能会有好处的 让未来 不管怎么样 当你当你走完ECFA 你接下去呢 你要触及到一些其他比较敏感的事物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过去 也常常就是嘲弄马英九 或者说嘲弄蓝军说 你看陈云丁来的时候 见你马英九的时候 称您 称先生 他为什么不称马英九总统呢 为什么今天当我们的民意 民意代表 到了北京的去的时候呢 他就不能够说 我们马英九总统如何如何 我们中华民国的马英九总统如何如何 以至于让陈菊在那个地方呢 去让人家人家请你 然后呢讲出了总统两个字之后 回来娇其妻妾若此 你看只有我陈菊赶在那地方 称马英九为总统 那楚素龙的这样子的一个讲话 没有很很重要的含义吗 当他愿意 如果有可能称你为总统的时候 这个改变是很大的 而马英九在过去一段时间最近的 他比较常挂在嘴巴上面的两句话说 希望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互不否认治权就是两府 互不承认主权就是一国 但是你说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说的国是中华民国 换到在我中华民国的认知下面 两个中央政府 我知道你北京我管不到 可是我也是中央政府 不要跟我来什么地方政府那一套 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跟过去是不同的 可是会让大家满意 包括我在内都还不够满意 因为他只能够处理两岸之间未来互动当中的 比较敏感微妙的部分 可是对于台湾的国际问题的处理 一国两府是还不够的 还需要更多的补充 好我们来比较一下 马英九跟蔡英文这双英呢 他们个人的这个资历呢 还有他们的经历呢 其实我们看一看 马总统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 而蔡英文是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法学博士 那么暂时我们看看呢 过去两位都曾经担任过教职 而在从政上的经历上呢 来比较一下 这个马总统呢 是曾任陆委会副主委 法务部长 台北市长 国民党主席 现任主席 而蔡英文呢 曾任陆委会主委 立委 行政院副院长 现任民进党 党主席 有人说他们两个人还有个共通点 那就是老妖 我们以后如果说 真的是让蔡英文当选的话 就还要再让另一个老妖呢 来领导四年的时间 我们带我回来可以来聊一聊 老妖如何呢 马上回来